星岛日报社论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访越 越南在四个月内先后迎来中美最高领导人 显示越南在中美博弈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访越 推动中越建立同志加兄弟的新定位 将国与国关系提升为命运共同体 化解中越经贸、领导分歧 在党与党合作上 中共助越共巩固执政地位 免受西方民主体制衝擊 中越合作基础大于分歧 中越关系可以凌駕美越关系之上 中共越共增强两党互助互信 抗衡西方意识形态打压 才是保障两党长期生存和执政重要基础 习近平访越正是要强化中越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 并借此抗衡美国拉拢越南 东方日报社论 现届政府为了加快上楼 败出积极有违状 当中包括推出简约公屋 以及出招打击南用公屋 事实上当局打击南用公屋不力 就连申诉专员公署也有不满 可以看到最新公屋一般申请平均轮后时间 上升至5.6年 不少人的实际轮后时间更长 当局将封顶年期列为6年 其实并无多少意义 尤其不少申请者为了工作 必须住在市区 宁愿等候更长时间 以至轮后大军没有最多 只有更多 高官一味闭门造居 自我感觉良好 上楼难于上青天 又何足为奇